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呢就是我在SNS打折出的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呢 其实是被安妮一种草 这是一件卫衣来自于Adder's Arrow 那天安妮和她男朋友来我家玩 然后她男朋友给我讲了个梗 有一天安妮呢 企图把Adder's Arrow里面 所有东西都加到自己的购物车里面 因为他们两关是那种比较潮的情侣 他们都很喜欢这种比较酷炫的衣服 不太女生的衣服 可能是跟姐妹待久了吧 peer pressure 那天打折的时候我也看了下Adder's Arrow 结果呢就看到一件绒的这种灰色这种卫衣 然后她领子呢是这种硬挺挺的 不是用倒下来 所以拉链伸到头啊 你 basically就可以把它整个就立起来 立在脸两边 我觉得这样子很显脸小有没有 这样这个衣服很酷 它是很宽松的那种感觉 就一个size over size 是那种很大 摸起来是这种加厚加绒啊 如果冬天穿在一个牛仔衣里面 或者穿在一个大衣里面啊 下摆配一个那种直筒的裤子啊 配一个现在流行的那种老爹鞋啊 应该都是秋天冬天一抹非常潮流的穿搭 非常中性的穿搭 非常酷炫 一看这女生就是很有性格的穿搭吧 浅的灰色啊 配这种蓝蓝绿绿的颜色 形容不出来 有点像那种羽绒服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一个灰色的那种塑料袋 但是是一个质量非常好的尼龙塑料袋 就很喜欢吧 你看前面就是她自己的标记 然后也有那种标准款啊 大大的袖子啊 宽宽的drop shoulder啊 忍痛割爱 今买了一件我最喜欢的 看起来最不一样的这种卫衣吧 前面呢有一个小拉链 如果说你嫌热啊 也可以把它拉下来穿 但我自己啊是被网上那个模特 把领子立起来 衬的一张脸小小的在中间 面无表情 性冷淡风的那种感觉 给震住了 有走在街道上那种潮人挂 路人纷纷向我投来艳羡的目光 而我呢丝毫 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那种逛街感了 哎呀脑补的事情太多了 花了两百块钱买了一件衣服 脑补了一整个世界 这就是我买的第二件衣服 我第三样东西是Mansie McGillard MM6这条线下面的一个靴子 一个小短靴 感觉今年买鞋买的特别多 对于Mansie McGillard 他们家最深的影响的 就是他们家驴体靴嘛 你们知道 就是那种中间分叉 大目指跟另外两个分开的 然后那种银灰色啊 闪光那种颜色啊 还有白色都特别酷 常人们争相穿 但我自己觉得我hold不住 但这次逛街够啊 我在他们家主页看中另一双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风格吧 它是一双这种鸵色的那种踝靴 比脚踝稍微稍微高一点点 我说没有尝试过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这种比较圆头 带着一个看起来稍微笨一点的 实际上特别酷 特别阴朗形状的这种大大的根 我本来以为这个鞋会很重 但其实还可以 最酷的部分啊 诶是这里 即管的时候擦屁股 纸一样的纸巾 把它最酷的地方包住 那它有个很大的这种圆环 圆环的设计感 一直一直都没有过时 有没有 会被人坐到腰带上 坐到耳环上 或者坐到头发的发夹上 它就是一双正经的 朴实无滑的靴子呢 突然突然突然 有了一个这种银色的圈啊 就多了一丝非常不一样的质感 再加上它这种有点泛光 有点泛红色棕色 这种小牛皮啊 复古的感觉 再加上这个圆滑 是这种特别现代 镜线的那种感觉 这种两种碰撞的感觉 加在一起 我当时就对这双鞋子 就欲罢不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有黑色 有这种鸵色 还有白色 我自己能因为 有黑色和白色的鞋子 我就想说呢 趁这个机会 住了一双这种鸵色 午后阳光下面 照射的那种复古 那种旧客桌一样的 感觉的那种颜色 我都是抗拒不了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 像收回我刚才的话 虽然说颜色啊 什么都很好看 这个环也很特别 但这头真的 有点像一言难尽 就是这头也太远了 很像一个尖头的牙刷 被人用久了磨平了 很像一个有棱角的橡皮 被人擦东西 改考卷 试题改太多 作弊太多 然后给用到秃头的那种感觉 这也太远了 会不会显得腿很粗啊 刚才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 我把照片发给安妮 她说这是铁碧鸥桶目 怀疑我的人生 下面呢拿到啥说啥 先把鞋说了吧 Stored Wiseman 就是那个做靴子的大货 他们也打折 他们家鞋啊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 我之前在他们做活动的时候呢 收入了一双酒红色的 这个今年的新靴子 到膝盖下面 上次呢爱妙品里面 我有跟大家说过 大家说我抱这个靴子 摸了一百下 就是愣没把它上脚 给大家看食物图 我错了 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给大家上脚看了 比较性感 比较女人 比较干练的这种肩头 然后背后呢 有个有点小弧度 这种细跟 我其实呢已经穿过很多次 虽然它跟比较细 但是丝毫不会说难受 就走路啊 逛街逛一下午 其实都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靴子 是那种又舒服 然后又性感 你看它背后 这个线条都特别好看 加上是我喜欢这种酒红色 那天啊 我去逛超市穿了它 然后有个阿姨就跟我说 我喜欢你的鞋 就它让你这种 比较无聊的秋冬啊 很厚重的这种靴子啊 看起来很fancy 很漂亮 收的特别爽 特别喜欢 然后最近呢网上也打 它还有一个短板 就是一直到脚踝上面那段啊 然后下面其他的形状啊 什么跟啊 就都一模样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我hold不住这种长靴 要不是那天 我被店员鼓舞 勇敢试这双长靴 我不出例外收入的 应该是那双短一点的靴子 因为我觉得腿粗嘛 穿了这双长的 我就觉得再也脱不下来了 但是一个修饰 弱点修饰缺点的一个鞋型嘛 长靴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是一种影 你有了一双 你就再也按带不住你自己 要买第二双 第三双 第四双 就像一个爱上了错的 不该爱的人的女孩一样 你知道你会沉沦 但是你根本控制不住你自己 所以说呢 打折 又收入了一双 这双呢 是他们家的一个经典款 midland 这双呢就过膝盖了 后面有个袋子 你可以把它收的稍微紧一点点 超级保暖 比起刚才那双红色鞋 稍微小圆头一点了 我最初看上它呢 当然了是因为它打折了 其实这个棕色呢 穿在脚上 我觉得特别好看 是那种不一样吧 很shik那种感觉吧 就不像黑色那么厚重 那么无聊 同时又靴的那种 把腿型修得修长 那种感觉啊 配短裤 配半裙 都不失为一个 又活泼又保暖的穿搭了 而且我觉得 它这双算是比较functional的吧 采取什么 它这个鞋底啊 可能更适合 刚才那双红色的鞋底呢 其实是平的 这就是我买的 storwisman的两双靴子 还有另外一双靴子呢 来自于shobab 就是一双白色的小靴子 上次我朋友看了以后说 这靴子也太罗里塔了吧 当时我其实就是想要 一双白色靴子 但我心里想的 可能是方头啊 什么粗根啊 中根那种 比较man一点 比较中性 比较性能 淡风 比较酷一点的那种风 不知道怎么 就看中间这双 有点罗里塔 这双小靴子 最后我朋友说到罗里塔呢 我也不想说啥 拿到它的第一个反应呢 超级绵软 就那个皮啊 质感特别好 是种很软很软很软的 小羊皮那种感觉 这个口的 这个会真的很宽 脚面也比较高 我这种变态脚面高性啊 穿这个鞋 就完全没有压力 它上面有个树的这种小款 很像中世纪英国 那种俏家人 配那种 带着大大蓬蓬裙的 那种裙摆啊 同样带一个有面纱 遮住一半脸的 那种帽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很女人 很女人这种感觉 配着一个比较流行 这种小猫根 走路也不累 也很舒服 别看它是个小肩头 脚掌前面啊 完全是摊平的 鞋型啊 这个头特别好 它是这种肩头 它又不会说特别长 特别凶啊 特别尖利的那种头 圆圆宽宽这种感觉吧 但是又是一个 小肩头这种风格 就好像那种少女的风格里面 带了一丝成熟 那种活泼的风格里面 带了一丝妩媚 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感觉 配上它上面这个小花边 哇爱不释手刀爆炸 我觉得其实你酷炫一点啊 穿那种金属风的 摆折裙也可以啊 然后你女人一点点啊 穿那种针织啊 牵着金线 在里面那种 A字型的半裙啊 其实都可以是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的存在 就算是一个窄角牛仔裤 显得你腿长脚踝纤细 Zara网购了一波 便宜又好看 之前呢如果是我 follow我Instagram的小伙伴呢 你们知道我在story 给你们share了一下 我买了几件 特别特别好看的 oversize t-shirt 之后呢又买了两件衬衣 今天一起拿来给大家说 第一件衬衣呢 我买了一件这种蛇皮 蛇纹这种感觉的衬衣 看的时候觉得它那种很厚 真的是皮质啊 很立体 很沉重的感觉 其实呢拿进了看 它是那种很飘逸的那种版本 然后长长的 袖子上呢带着这种 加重的横向的纹路 很真实 薄薄这种丝质的 今天不是很流行 这种animal print 动物纹路这种衬衣吗 其实我还一件都没有 我当时有一个裙子 但没有动物纹路的上衣 话说我好像有个豹纹 哎好了 我收回刚才这句话 但我没有一个蛇皮纹路的爱 对吧 没有就是收集 起一个样子 起起一件嘛 生活才完整 有点女生气 但又很酷吧 可以单穿 然后下面呢配裤子 外面配一个西装 或者呢你穿上它 就像我身上的 里面配一个白色 或者黑色这种高领的内搭 戴一个前臂项链 标准的 今年的blogger style 有没有 job shoulder这种感觉 shoulder很大 所以说呢我觉得 可能会显你的肩膀 瘦小一点点 看起来比较娇小 像我这种万年肩膀 宽过泰山的人来说呢 是最受用不过的 又潮又女生那种饭 非常喜欢这个衬衣 这是买的第一件 第二件衬衣啊 就是我身上这件 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 正常的衬衣 不好意思啊 我下面是瑜伽裤 调绒质地的 非常有质感 我穿都没有过一件 调绒衬衣 其实准确的说 我连衬衣都没有过几件 一直都想收两件 比较慢一点 比较质地阴朗啊 棱角分明的衬衣 里面拿来配这种打底衫 质地特别好 是这种我特别喜欢 这种深深的这种 砖红色 又是这种灯心绒这种质地 所以说比较厚 符合了潮流 穿搭起来也不贵 上半身稍微膨胀 稍微蓬松一点 下半身啊 就可以穿一个 包臀裙 或者窄脚裤 都是那种呢 会显得身材比例 很好的这种穿搭了 这种衬衣的颜色 真的是非常显白 灯心绒那种复古啊 随意啊 好像不染世世千华 对一切都不在意 活得很轻描 淡写那种感觉 一直一直一直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感觉 另外呢 就是我买那几件T恤的 推荐给大家 因为这件T恤 我都买了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第一件啊 就是一件大的 oversize这个T恤 是一个白色的 然后胸前的 它是贴着一张纸 sample comments 手写字 这种图图某某的 随意的那种感觉 买了一个最大号 就oversize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出门 比如说外面 配个bumper jacket 好看的T恤 永远都是最好打 永远都是最不会出错 永远都是你衣柜里面 最需要最需要 最需要 缺了以后 很不安的这种东西了 厚厚大大的质地 其实也不错 穿上以后 感觉自己是一个药瓶 或者是一个珍贵的仪器 还在尖端科学研究组织 被人研究的情况下 今天呢 刚刚做了研究 上面贴了一个sticker 那种感觉 很酷炫 第二个T恤呢 也是一件白色T恤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喜欢它 纯粹是我自己的原因 上面呢 画了德普书 Johnny Depp年轻的时候 哎 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他现在居然胖了 但胖了 也是我心里 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Crying Baby 然后呢 他的眼睛侧面 一面啊 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用水笔啊 画了一滴眼泪这种感觉 就是设计感 就是这种又funny 又好看的感觉 多少人曾爱过 你年轻时的容颜 小说有段时间啊 迷他迷他还蛮疯狂的说 把年轻时候的那些片子啊 都拿出来看了 也是一个大大的 下面平时啊 配于家库也可以穿 然后配裙子 也可以塞进去的那种 第三架啊 是一件黑颜色的 上面有一个对比度 特别明艳的 一个红色的一个方块 哎 里面画着女魔头 红色这段啊 是一块那种 容面对比度 特别强烈 我觉得这个黑色啊 特别显得人瘦 特别显得人白 穿在身上以后啊 整个人就是非常娇小的一只 然后那个顺便 把那个女魔头 气势放在你身上 看你老板 敢不敢欺负你 看周围准备霸凌你的人 还敢不敢上前跟你说话 轻易地践踏你的尊严 哈哈 没有了 就是觉得是一个 哎 挺有设计感 挺可爱的一个小T恤吧 而且啊 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 平时也挺跳的 第四架 它本身就是设计成 一个oversize T恤 一袖子特别大 然后旁边的 做成这种 玩起来这种 比较casual 就是那种 现在流行的这种 logo提了 Different is good Different is actually good 不走寻常路 其实我一直都比较喜欢 这种裸色啊 鸵色啊 脏脏土黄色 这种T恤 设地也不错 也是那种宽宽厚厚 那种感觉 下一件呢 其实也是这种土色 但比起刚才那家 颜色要稍微泛红一点 稍微明艳一点 有一块 写着莫名其妙的字 就是那种 你根本不会好好看 只是看到 它设计感 很好看的那种字 翻到背后啊 一大片印花 特别喜欢这种 凑近了 或者仔细看 或者翻身看 才能看到它美好 酷炫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衣服 胸前一小块 背后一大块 整个身材的时候 人就看到你背后 内敛而奔放的印花了 是一个多好的感觉 而且其实这个很酷 前两天我拿它 配皮裙都很好看 颜色接受度也很高 显然脸色很好 最后的一件T恤呢 也是我这次购物里面 我估计是几乎 最喜欢的T恤 灰灰黑黑颜色T恤呢 前面也是有一排 黄黄这种小字 放在胸口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其他地方 有这些小破洞 最开始我看着破洞过来 我想说 这破洞破到这么低的地方 会不会露出奶头来啊 你看手指都能顶进来 试了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 我自己想多了 完美地避开了 奶头所在的位置 也是挺厉害的 设计师也是费心了 我就是不能好好生活 这种颓废啊 Homeless风啊 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风格 感觉自己懵懵的 但这种颜色 其实介于黑色和灰色之间 就是灰不灰 黑不黑吧 好像呢 就是洗了多次 穿了数年以后 颜色已经有一点点洗掉 我喜欢 对 这就是这件黑灰色相间的T恤 阿渊你又开始咬骨头了 又开始咬骨头了 是不是 又开始咬骨头了 咬吧咬吧 好了 不要发生太大声音啊 Nad Portage 打折打的也很多啊 很期待这个小子 里面也有两件 我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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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单皮 喜欢的东西超多 权衡再三 还有仅有的budget 买了这两件东西 其中一件呢 是一件大衣了 我有记得 Lazoo MSGM他们家的 这个呢 也是我这次一个 非常非常勇敢的尝试了 这是一件皮大衣 但是它是这种亮皮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流行 很艳丽的红色 哇 我觉得我穿上它 应该是整个多伦多 最闪亮的那只花 我老是看那些 Instagram上的人呢 穿红色亮皮 这种说要大衣 不过它们的颜色 都没有我这么鲜艳 就是有点喜欢 那种亮皮的感觉 自然它这个打折 打得特别好 它腰带比较修身啊 想要红色大衣很久 想要红色的毛衣很久 这次黑屋打折 一次性满足了 我所有对红色的 诉求和愿望 既然是比较膨胀 这种红色 还是发光亮皮 里面就可以穿一个 比较收进去 比较内敛 不要抢走它亮点 的穿搭 不然全身都是亮点 整个人就乱了 对吧 就像我脸一样 膨胀起来了 就可以穿颜色 暗戴一点T恤啊 比如说刚才 我的这个T恤啊 哑光布料 质地的那种裤子啊 或者裤圈一点的裙子啊 搭在一起 带一个墨镜出镜啊 等待被揭拍的模特 参加时装周的 超级宇宙博主啊 没错 另外一件又是个鞋 我又买了靴子 今年反正我喜欢 靴子喜欢疯了 但我发誓 这个靴子和别的靴子 都不养 它是来自于Vins他们家的 真的是一双 坨色的堆堆靴 今年不是很流行 堆堆靴吗 其实小的时候 我不理解堆堆靴 我觉得靴子嘛 就应该干脆利落 紧紧地包在腿上 显示出修长纤细的小腿啊 跟漂亮的脚踝才对 结果今年啊 各大网站争相出 这种下摆堆的 庸庸蓝了啊 太宽脚这种靴子啊 反正成功地扣中了 我就很想买一双试试 我觉得鞋头很漂亮 是这种复古风的 半圆不圆 半肩不肩 而然你是不是也喜欢 我看到你渴望的小眼神了 也后面这个跟呢 也是这种坨色 算是传统一点的跟吧 不是那种复古风 很粗的跟 也不是那种摩登风 很细的跟 刚好跟这个鞋啊 配在一起 气焰不是那么很重 得失心不是很强 不是很desperate那种感觉 是那种温柔 岁月经好 穿起来一点的不违和 在身上啊 跟什么穿搭比起来 都很和谐 就是很女生的那种感觉吧 高度的感觉也真好 现在比一下 感觉就在膝盖下面 小腿那里 看似刻意 就是我 我有个屁心机 没有心机 没有心机 永远都要真诚的 对我爱的人 最后这个 我单心有点无聊的分享的 就是这件了 哦 这是一件超长的大衣 长到小腿下面 脚踝上面的一件 Kanada Goose Kanada Goose 这种功能性 这种down jacket 每个冬天 你没有一件 真的真的真的 都是过不了 尤其是生活在多伦多的小伙伴 前两天呢 多伦多已经下了防寒警报了 有一大波寒流 朝多伦多涌过来 企图冲向纽约 单薄一点的 给我 张嘴 妈妈录来视频再咬 你要这个吧 穿一个正常的 平时单薄一点点的 那种 jacket 真的真的真的 都是冷到不行的那种 果断放回家 就囤了一件大衣 那天我跟安妮逛的时候 安妮还跟我说 你今年为什么不穿 Fancy的 jacket 我戴着一种 生无可能的表情 说我不 我只想买一件 长到脚踝的Kanada Goose 这是我人生全部的追求 但是她还嘲笑 我说你都没有追求 我已经把人生全部的追求 拥在怀里了 我上一次拥有的Kanada Goose 是一件短款的Kanada Goose 刚刚好盖住屁股 我觉得冬天真的是有点冷 应该买一件长的 就特别特别特别舒服了 没有什么设计感 然后说好不好看 也不知道 但是挺显瘦的吧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长条 你冷起来的时候 拿固的要拿许多 过成一个雪球 能一直自体发热 给你一个在雪地里面打滚 都不会感觉冷的这种大衣 那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 我本来会觉得 长到脚踝这么长的大衣 可能会很影响你上车 或者弯腰啊什么的 也可能是我三次买大理店 它完全不会 就是啊出行很方便 它下摆那个设计特别好 腰呢也虽然帮你收出来 但下面啊都帮你 用那种流畅的线条顺下来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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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省一笔钱 我上次拥有那件Kanada Goose呢 已经大概是六年前了 真的是literally穿了六年 也该退休了 我才告诉你们一个 更惊讶的事实 六年中我都没有洗它 开玩笑的没有了 当然每一年结束的时候 都有干洗过 不要说我是一个邋遢大王了 这件大衣啊 寄过来以后啊 我就认认真真真真实实的 觉得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你们知道是什么 安心 两个大字写在我的左右脸颊上 以后出去遛狗啊 或者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啊 或者出去外拍啊 冬天外拍 真的像噩梦一样 by the way 这就啥也不怕了 真是暖啊 我这六狗已经试验过了 所以啊多然多的暴风雪 我不怕你 请给老娘来的再猛烈些 好了开玩笑了 没有了没有了 不能这么得瑟 容易遭累批 这呢就是我这次购物分享的 最后一件衣服了 就拿一个使用性 就是一个比较massy 所以临时突发奇想 给大家录的黑屋打折的时候 我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就准备安心的窝在家里 跟二人一起冬眠了 没有什么黑屋的好丢 你们也请继续告诉我了 不过理智种草不要剁手哦 好了那谢谢你们 收看这些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 我很感谢你的 如果你还没有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请你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这样子以后更新视频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提醒 准时上线观看了 谢谢你们一直回来陪我 如果说你们真的看完这支视频 也不想我的脸肿的话 那你们是真爱 感谢你们了 你们就是我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的动力 我去吃过敏药了 好了Aria 你可以咬你那个 咯吱咯吱的东西了 拜拜 Aria说拜拜 说拜拜 下期再见吧 拜拜